Hello大家好我小鱼 我现在呢这个地在这个吉达乡啊 我是昨天晚上来的 然后昨天晚上来的比较晚 就找了一个住的地方 也是30块钱一宿的 先给你们看看这个环境 这个样子的一个房间两张床 然后卫生间是在外面的 我们住在二楼二狗在这玩呢 你看这个环境啊 要比我在田桶镇住那个好很多了 同样都是30块钱 这又特别好 这下面还有一个台球架子 然后那个那个里面 有个小房间是像小客厅似的 里面特别暖和有炉子什么的 然后那个呢是个卫生间 就是这个样子的 正常呢我昨天其实应该很早就到了 但是嗯就是身体不舒服 我昨天胃痛了一天 然后二狗也不舒服 我吐二狗也吐我不知道我们两个怎么了 一直一直都特别的不舒服 这个箱里面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宾馆 然后就这种情况下呢也不能在车上住了 我们就又找了个这个旅馆住啊 但是还好虽然房子里面也是冷 但是起码它有两床背还有垫褥子 我觉得我还能好过点 然后今天早上起的又晚 现在已经是11点半快12点了啊 所以说外面暖和了 屋子里面就跟着暖和了 我才起床准备要洗漱一下 然后今天继续出发 我本来你们看我这个脸色特别不好 我昨天晚上睡觉前 我也不知道不管了 我就稀乎乎乎吃了好些药 全吃了吃了吃了吃完了之后 闷在被窝里面睡了一宿 感觉今天早上舒服多了 哎呀狗你怎么你咋的了 他又要吐 你看 哎呀 又吐了 到底怎么回事 又吐了又吐了 这样他一直在吐 你到底怎么了二狗 不行 我一会儿还得带他去买药去找药店 也不知道二狗最近怎么了 好了一天又开始了 你看吐的 他一直都在吐 昨天晚上吐 前天吐 大前天吐 哎呀愁死我了 本来我今天晚上应该是到这个阿牛拉山 想在阿牛拉山露营的 因为我不说了嘛 我要挑战318上面的每一个牙口 但是呢 由于我是真的不舒服 二狗也不舒服 所以说今天可能打算直接就到燃屋了 阿牛拉山 就不挑战了 哎呀你也不会说话 我也不知道你哪不舒服 哎呀我的天哪 要我去找药店给他买点什么 清大美醋什么的给他喝上吧 阿狗 你看都不搭理我了 阿狗 我快点收拾收拾 领他出去买药去 找药店买药去 哎我也迷惑 哎呀我的天哪 阿狗你怎么了 你快 回去尝尝都不吃了 你咋了 你吃啊 药腿肠你都不吃了 这到底是啥情况 他连药腿肠都不吃了 平时最喜欢吃药腿肠了 什么都不吃了他 我在这个乡里 二狗找找看看有没有药店吧 先给他买点药吃上 哎 他居然连药腿肠都不吃了 什么东西都不吃了 急死了 我看这个乡有没有药店 你跟牛 车里那有牛 你跟牛叫啊 你别不声声 你就别吓唬我 完了 二狗看着牛都不叫了 过来了二狗 你看 二狗看着牛也不叫了 他平时看着牛都嗷嗷的 今天也不叫了 你到底咋了 你别吓唬我 哎呀 走走走走走 你看 他就不像原来似的了